我想對半導體持續在台灣投資 這個背後其實都政府跟產業有非常多的溝通 所以這個都是要非常密切的合作 絕對不是消費 相關的譬如說任何的建廠計畫 它有很多要比建廠更早之前 就要協調包括用地的問題 還有很重要的水電設施還有相關的網路 那這個都其實要非常多的溝通 所以我們跟產業其實是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絕對沒有消費的問題 那相關的用電 那這個都在我們的盤算裡面 那這個也是為什麼這麼多年來 那這幾年蔡總統上任以後 我們開發了非常多的電源 包括綠電也好 包括這個天然氣的電廠 那這個都是為了我們產業 台商回台也好 半導體的投資也好 都是因應這個需求來增加產業的電力的供給